男人画个仙人掌 他却瞬间活了过来 摇身变成了麒麟臂 轻松把敌人捏起来 再转三百来圈后 把他憋机摔在地上 从没见过这么牛的吃鸡游戏 想要什么武器 用粉笔就能画出来 只要想象力丰富 就能画出任何武器 哪怕最厉害的钢铁侠战甲 也能帮你实现 一群有粉笔的富二代 快速进入游戏 成队画出武器 立马交给了老大 他持枪环顾四周 就在这时 绿队迅速画好手枪 对着他们疯狂射击 仅过3.14秒 子弹就打光了 接着队友画出一辆侦察车 在男人的操控下 侦察车搜的冲出去 对方箭撞 急忙躲进的仓库里 蓝队则是画了一条地雷线 拿起来装在墙上 准备在这里守住待兔 结果下一秒 侦察车从下面钻了进来 这也太大脸了 成队队长对大家说 如果想吃鸡 就必须整出个大家伙 可聪明的猪队友 竟画了一把麻花枪 而一路狂奔的侦察车 却被一枪炮头 下了两个轱辱弄在原地 原来是粉队队长 小黑画出热乎的冲锋枪 队长看了眼水塔 然后在牵口上画了箭头 变成射绳枪 让狙击手去塔上埋伏 急着拿上对讲机 开始行动 你玩过真人版吃鸡吗 男人拿出手雷 搜一下扔出十万八千里 下一秒 炸的敌人瞬间梦了圈 为了能顺利吃鸡 粉队队长画了一把意思 队友也弄了个磁力炮 小黑用射绳枪 快速登上制高点 队长让小黑开始行动 可他刚瞄准目标 一群小飞机飞过 压机掉下来一头天使 把八倍镜弄买台了 绿队趁机画出震爆弹 扔在了敌人的脚下 随着一声爆炸 对敌人造成了眩晕 接着拿出武器冲了出去 粉队用磁力炮 吸来垃圾桶做掩护 将绿队的子弹 全都挡在外面 两人看准时机 只偷偷散一下 就干掉了绿队队员 接着吸走障碍物 哭吃又干掉一个 眼看战败绿队想要偷袭 却被队长一枪击毙 粉队刚一探头 就发现绿队队长拿个什么玩愣 可由于蓄力太久 他还没开始 就直接被爆头 原来是狙击手小黑 至此绿队全部阵亡 另一边麻花哥 发现了粉队女孩 他赶紧开枪射击 却反把自己干飞了出去 两名队友拿出激光剑 开始近身肉搏 男人划出一把镰刀 那竟然是雷霆战斧 而粉队的武器更加厉害 粉色战甲包住腿脚 钢铁侠的战区横空出世 女孩一跃而起 躲过战斧的攻击 光光几脚就淘汰了男人 成队的大家伙挂好了 在队长的操控下 仓库里的队员全被干掉 接着直接冲了出去 机甲战士横空出世 男人刚想对他射击 机甲瞬间开启机枪模式 锁到之处片甲不留 水管都吓得裂开 让人没想到的是 磁力枪遇到水 融化了连个渣渣都不剩 男人直接被淘汰 躲在暗处的队长 看到刺刺冒水的水管 想到干掉机甲的方法 他赶紧联系小黑 让他炸掉水塔 随后画好炸药 小黑在一旁点燃导火索 队长用榴弹炮 吸引机甲的注意力 对他不停的射击 可除了冒点二手烟以外 没有任何伤害 就这样把傻不愣当的机甲 引到水塔下面 这时炸药点燃 随着一声爆炸 上万吨的水塔倒塌 还没等机甲反应过来 就被融化成了渣渣灰 操控机甲的队长十分生气 他马上画出一副眼镜 戴上偷视镜 清楚地看到粉队的行踪 他拿起武器准备偷袭 快到门口时 竟然触动了地雷线 他也顺利出局 随着武器的消失 粉队莫名成了最后的赢家 奖品竟然是密巴手套 那么给你这样的粉笔 你觉得画什么最厉害呢 感谢关注蛋蛋 下期更精彩 年轻的奶奶有条宠物云 每天早上都会牵出来溜一溜 轻轻抚摸云朵的毛发 就会掉出巧克力豆 导演说点赞关注发狗头 就有吃不完的糖果 这是一个好奇的男孩 走上前摸着云朵的屁股 可没想到这样的举动 让云朵脸色大变 接着哭吃一个闪电 把男孩垫倒在地 随后奶奶就牵着丑云走了 只留下被垫胡巴的男孩独自凌乱 第二天奶奶带着云朵 来到宠物店理发 直接小姐姐一剪的下去 云朵身上的毛发竟然飘了起来 下一秒 恰恰力就噼里啪啦的掉了一地 女孩开心坏了 随后把T恤刀调到最大档 源源不断的毛发就飞了起来 奶奶牵着帅气的云朵走后 女孩还在不停的接着糖果 这天云朵肚子不舒服 吃鸡腿都没有食欲 奶奶带她来看妇科大夫 经过诊断是胃肠感冒 有爱心的大夫 拿出一米多长的小针罐 哭吃一下就怼得进去 神奇的是 云朵竟然慢慢飘起 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她开心的 给大夫拉了一床的巧克力 让男人实现了糖果自由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真有这样的宠物 你想养几只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最后淡淡电影 祝大家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 你敢信男孩在钓鱼 只见一条大白鲨 哭吃一口 不仅把鱼和炸弹都吃了 更神奇的是 鲨鱼竟然半根寒毛都没少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物种 就在遥远的刚刚 陈豪打开笔记本 开始写体育作业 这时突然有一条鲨鱼有过 小男孩吓得一机灵 难道是年龄大了 眼睛花了 陈豪也没多想 继续写作业 可才写一亿个字 满嘴虎牙的大白鲨就冲了过来 要不是男孩反应快 早成了鲨鱼的下午茶 陈豪这才看清楚 家里确实进了一条鲨鱼 可一转眼就没了 随后男孩专心写作业 下一秒 鲨鱼居然又跑了出来 这一幕把陈豪吓得大吃一惊 瞬间感觉鸡肠碌碌 于是放下了笔记本 拿起一根法棍 可刚打开包装 看着心爱的面包被鲨鱼吃了 这次彻底激怒了男孩 随后拿出一把开天神符 准备把鲨鱼劈成两半 可结果 这鲨鱼可不是一般的鱼 既然连腐带头一口给糟光了 连嘴巴都不擦 就嘚瑟的游走了 无奈男孩学起了姜太公 把咸鱼绑在炸弹上 希望把鲨鱼绷成爆米花 可随着乒乓一声爆炸 男孩转头看去 可怕的鲨鱼竟然啥事没有 更可气的是 还大摇大摆的在他眼前晃悠 为了能安心写作业 男孩准备了五把激光剑 只要按下按钮 就会发出耀眼的绿光 如果鲨鱼赶过来 肯定会被切成生鱼片 看到这一幕 鲨鱼也彻底怂了 慢慢后退 十天后男孩终于写完作业 并且关闭了激光剑 就当他检查时 鲨鱼竟然又冲了过来 吃光了刚写的作业 干不掉鲨鱼 只能来到野外 可没一会儿男孩就打起瞌睡 想刷刷淡淡视频 没想到的是 手机竟然掉下去摔西碎 男孩害怕自己也掉下去 于是拿着作业 来到了嘎嘎冷的南极 没想到这根本不是人呆的地方 热得他直打哆嗦 为了不被冻死 还是写作业重要呢 没写完作业的陈豪 会爱批吗 帅男吃了编纸的面条 感觉肚子要爆炸 他来到厕所放水 竟尿住一桶不要钱的方便面 看到马桶掖住了 他也没舍得吃 直接把窗户打开 从18层的矮楼扔了出去 男人以为出现了幻觉 想冲个80度的冷水澡净净 没想到打个喷嚏 出来的还是面条 小帅知道自己病得不轻 赶紧去看妇科 可从已50年的大夫 认为小帅在扯犊子 没办法为了证明自己有病 男人只能当场尿了一杯 大夫摸着36度半的面条 也无能为力 就在小帅想不开始 遇到劫匪抢包 眼看坏人向他跑来 小帅守一伸 竟然射出了面条 懵圈的坏人有点懵 以为他是蜘蛛侠 赶紧放下没钱的钱包 慌忙逃跑 晚上出来逛街 遇到坏人正在欺负人 他戴上头套英雄就美 哭斥一下射出面条 把坏人打翻在地 另一个掏出匕首 大喊一声冲了过来 也被轻松制服 男人对小帅感恩替零 并说改天一定登门感谢 小帅说那就今天吧 就这样男人打开钱包 小帅就趁机拿走两百块 从此开始行侠仗义 赚了很多money 但也被坏人盯上 刚怀孕一天的妻子就被绑架 看到如此多的坏人 小帅并没有逃避 而是放出两把干脆面作为武器 只见手里的面条 让他耍得像双结棍一样 左边随便一扒了 右边再一划了 三下五除二就把小弟全都撂倒在地 最后就是坏人老大和小帅的对决 几碗面条都被坏人躲了过去 接着被坏人的剧毒香港脚 干翻在了地上 像拳头一样的拳头 狠狠地打在小帅身上 就这样 小帅的身体都变成碎碎面 没了呼吸 下一秒房屋抖动 小帅的脚收缩 碎掉的面条汇聚到一起 他竟然复活了 手一抬 射出的面条反杀了坏人 九块九娶的老婆也被救了出来 从此又多了一个漫威英雄面条侠 如果你有这种超能力 会用来干嘛呢